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香港非常常见的细菌感染 幽默螺旋菌是一个寄居在胃部的细菌感染 它有机会产生胃炎 胃潰痒 甚至胃癌 我们知道幽默螺旋菌若是产生这些严重的并发症之后 有机会可以令到患者会有胃痛 或者胃出血 例如它会吐血 柯克士 或者大便有血的情况 也有部份患者是完全不知道有这些症状的情况之下 医生是由检验所得 包括炎血体抗体 或者看他有没有贫血之后 发现那个患者是有胃默螺旋菌 所以我必须要强调 胃默螺旋菌的症状并不是一个最可靠的诊断方法 我们最主要都是需要知道究竟那个患者 他本身是不是一个高危人士 例如本身是家人 或者同住同食的人里面是有胃默螺旋菌 其实他们还的机会已经相当高 这一类人士其实是需要接受幽默螺旋菌的测试 在香港测试幽默螺旋菌的方法 包括用胃镜抽取样本 包括做一个呼气测试 流大便测试 或者炎血测试 其实每样测试的准确度都有些不同 我们会觉得做胃镜或者呼气测试 是一些相对比较准确的方法 因为他们成功测出幽默螺旋菌的机率是超过九成的 大便测试和炎血测试相对是没有那么准确 不过可能也都适合部分的人士 例如他可能真的进行不到胃镜 或者他配合不到呼气测试 但是需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本身炎血检查有时候会将一些过往曾经已经杀除了幽默螺旋菌的人士 都归类为大菌 即所谓的叫做假阳性 这些是在其他测试之中很少会发生的 如果是真的炎血测试 测试到是有細菌的抗体反应 而那位人士以前是有接受过幽默螺旋菌的治疗的话 都是建议进一步用包括 例如呼气测试 或者胃镜测试再重测一次 比较准确一点 如果真的不幸感染到有幽默螺旋菌 也不用太害怕 因为幽默螺旋菌作为一个细菌感染 是可以完全被散烈的 医生会用到一种特效的胃药 加两种抗生素的方法 去帮患者进行治疗 一般治疗的疗程大概是一至两个星期 成功率其实都很高 接近差不多九成 意思是大部分患者 其实若果他可以完成到这个疗程之后 都可以将病菌完全杀死 但是一次脱得到这个病菌 不代表日后就终生免疫 刚才说 本身始终是一个传染病 有机会可以在其他人的身上重新感染到有幽默螺旋菌 所以就算在杀灭了这个幽默螺旋菌之后 我们都会建议必须要注意个人卫生 以及可能吃饭的时候要用功筷 而若果是同屋是很多人一起住的 自己有幽默螺旋菌 可能最好都建议很亲密的人士 或者家人都进行一下幽默螺旋菌测试 看看他们会不会都是带着这种细菌 以防止重新在他们的身上感染幽默螺旋菌 幽默螺旋菌本身最常见引起的是一个胃部发炎的情况 但亦都真的有部分患者会产生胃苦羊或者甚至乎胃癌 也有小部分患者会有胃酸倒流和幽默螺旋菌有关联 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家人本身有胃癌的话 都需要留意一下究竟是否由于幽默螺旋菌引起 因为幽默螺旋菌可以在同一家之间传染 如果由幽默螺旋菌引起的胃癌影响了其中一位家人 而其他家人又带着这种细菌 他们产生病发症的机会相对会比较高一点 幽默螺旋菌引起的胃癌 幽默螺旋菌也是一个细菌 当然它是可以有传染的 最常见传染途径都是不清洁的食水食品 或者是经口水传染 所以其实日常生活里面 最重要都是注意饮食卫生 和在同其他人一起吃饮食的时候 注意用工筷或者其他工用的餐具 来防止传播幽默螺旋菌 between the production of our company and the 뿌듯的治狗 Czur andСina 使用 mówi The DH 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